请看概念四 二次函数图形跟X轴的焦点个数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二次函数和Y轴的焦点 现在我们要讨论二次函数的图形跟X轴的焦点的个数 我们只要探讨个数就好了 来想一想二次函数的图形跟X轴有几个焦点 请你依照给定的条件画出简图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 就先看开口向上的这一些图形 开口向上 如果要跟X轴有两个焦点 你觉得它的图形长什么样子呢 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你注意看 如果开口朝上跟X轴又要有两个焦点 代表说它两边无限延伸 必须要穿过X轴 有些同学说老师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画吗 这样画有两个焦点吗 请注意 这个二次函数呢 它的两边是无限延伸的 无限延伸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定会穿过X轴 有穿过X轴 代表说它跟X轴就会有两个焦点 就会有两个焦点 所以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什么叫做开口朝上跟X轴只有一个焦点呢 跟X轴只有一个焦点 是长这个样子 刚刚好只有一个焦点 也就是说呢 跟X轴呢 它会相切的意思 就是只有一个焦点 那什么叫做 这个跟X轴呢 没有焦点 没有焦点 就是说两边无限延伸 不会超过X轴 不会跟X轴有焦点 不会穿过X轴 什么样子呢 很简单 就是长这样 长这样 长这样呢 不管你这个两边呢 怎么样延伸 因为呢 它都已经在X轴的上面 它就不可能呢 你两边在无限延伸 它也不可能跟X轴有焦点 所以呢 开口向上 跟X轴有两个焦点 一个焦点 零个焦点呢 就长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 开口朝下 跟X轴有两个焦点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开口朝下 跟X轴有两个焦点 第一个就长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它开口朝下嘛 一定要穿过X轴 穿过X轴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二次函数的顶点呢 一定要在X轴的上方 那这样它往下 才会穿过X轴嘛 那如果说呢 它说跟X轴呢 只有一个焦点 就是相切的意思嘛 那一定是长这样 相切 跟X轴只有一个焦点 相切 那有些同学说 那跟X轴没有焦点呢 没有焦点 也就是说 这个二次函数 开口朝下 开口朝下 有最高点 最高点都没有超过X轴 那就不可能超过X轴 所以呢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顶点最高在这边 头栏最高只到这里 还没碰到X轴 当然不可能跟X轴有焦点 所以呢 关键点在于说 我们只要知道 它的开口的方向 开口的方向 还有顶点的位置 就可以知道说呢 它跟X轴呢 有几个焦点 那这时候呢 还有同学 有一个问题 有人说了 老师 二次函数的图形 跟X轴 最多几个焦点呢 它只有两边 无限延伸 所以最多 两个焦点 最少呢 最少就没有焦点 那这个二次函数的图形 跟Y轴呢 一定 一定有焦点嘛 一定有几个呢 一定只有一个焦点 这边呢 老师跟大家 再做个整理 那这个概念是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